下个单据讲什么 关于进程基本的使用方式 以及进程和现成的一个简单的区别 咱基本上就刚刚讲解完了 以及什么是Q 以及什么是进程词 那么这样咱就说另外一个东西 说一个案例 咱们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果 一个案例 干什么事呢 文件夹的拷贝器 最终实现的效果是 你告诉我要拷贝哪个文件夹 我就把这个文件夹的东西给它拷了 拷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通通放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最终通过程序来实现 那么我想通过程序来实现 那么咱们今天不是学的 这一下不就是学了个任务吗 我今天我想用多任务的方式来实现 简而言之举个例子举个demo 如果我现在makeDRR 比方说我make叫test文件夹 我cd的这个test文件夹里面去 cd的里面去 我接下来touch1.py touch2.py 当然你通过程序也可以创建 3然后4然后5然后6 听懂我意思了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有这么好做的文件 我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完成这个文件夹里面这个文件的拷贝 然后完成这个文件的拷贝 或者这么说吧 咱们拷一些东西过来 拷贝要找一找 ls下的user下的python下 user下的 叫什么呢 拷贝下的python pyt下的3.5下的 还有东西吗 3.5下的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 我想考一个文件 lsuser 有很多的那个模块 它在哪呢 往ipython3 然后importos 然后os 点下回线 下回线 fail 下回线下回线 OK 好了 一个路径 知道了 就是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python的那些模块 那些py文件都在哪 你任意懂一个模块 只要是导入标准的模块 那标准模块 点 fail 下回线 下回线 fail 那么它就有个值 这个值呢 就是团放这个模块的路径 glsuser下的 lib下的 然后python3.5下的 你看一下 走 这是什么呢 你所能用的这些模块 这里边就这么一大坨 这里就这么大坨 好了 我干一件事情 我把那些模块 考到当下路径里边来 好了 copy 他们 copy user下的 lib下的 lib下的 python3.5下的 新.py 啥意思 所有的全部给我过来 都过来了 已经所有都来了 好了 我ll 我看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我看看 我把隐藏文件抹掉 有没有隐藏的呢 往上翻 没有隐藏的是吧 我看没有 应该是没有一点开头的 好了 没有一点开头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所有的文件都在这 接下来够多了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 我跳了一层路径 我接下来写个程序 把这个文件家里边 所有的文件 都考到另外一个文件家里去 懂我的意思吗 是你你会怎么做 先说流程 代码谁都会写 你花了时间 谁都能出来 流程是什么 是你你会怎么想 我要是考一个 请问 先考一个文件怎么考 什么叫考一个文件 什么叫考一个文件 就是我打 我open新建个文件 我把那个文件 也用open打开 我把你的open打开 我把你读的东西 我写到我这个文件里面去 请问 我在对用close 都是不是就完成了复制了吧 那么复制一个文件 其实就是打开原文件 把原文的数据读出来 写到另外一个文件 这就复制一个文件 那么我接下来 复制文件家 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和其实同学们很简单 一创建文件家 二接下来创建的文件 只要入境包含了文件家 请问那个文件 是不是就带这个文件家里面去了吧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 如果是我 我会这么多 首先第一点 会不会完成一个单个文件的拷贝 这个咱们的技术班是不是已经学过了吧 拷贝一个文件已经学过了 我用open打开一个文件 再用open创建一个文件 用原来的文件里面 读取数据的写的新文件里面去 完了 复制一个文件 现在复制文件家 第一步 获取你要复制的文件家的名字 第二步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文件家的名字 然后混上你将来想要的新的文件家的名字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家 接下来把这个文件夹里边的文件名 按照文件名打开 然后把数据读取来放到另一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就这么道理 就这么道理 好了 接下来 我带了咱们大家去把这个程序 咱们写一下 vrm 08 然后-案例 案例 这个多任务 多任务 文件夹 copy 点py 好了 大体的流程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写什么 是吧 大体的流程 我先把这个 我给你写上下 这个百分之百有 这个是一定有的 接下来写上一个man 写上一个man div man函数 在这 接下来理流程了 到了这个地方 就理流程了 第一步 干什么了 就将来咱们的效果是什么了 我大体给大家同时说一下 输入一个文件夹的名字 接下来程序就自己考了 拷贝完之后 告诉咱们已经拷贝成功 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这么简单 那么咱们第一步 获取用户要copy的文件夹的名字 获取 第二步 获取完了之后 请问同学们 你接下来干啥 咱们是不是一个创新的 只要创了一个新的之后 我接下来从那个文件夹里边读一个文件的东西 我写到这个文件夹里边的文件 请问这个是解了吧 好了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新的文 文件夹 第三个 创建完了文件夹之后 咱们大家理解 假如说我创了文件夹之后 我接下来干啥 就假如说有了 有了干啥 我想要复制那个文件夹里边的东西 到它里边去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打开那个文件夹里边的文件 把里边的数据读出来 我用open新建一个文件 在那个文件夹里边去 我接下来把数据读出来 写到那个文件夹 请问这个是不及解了吧 关键一点是 你咋知道那个文件夹里的名字叫A还是叫B还是叫C点Pi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办啊 不知道怎么办 iPhone3先验证知识点 见证知识点就有iPhone3就可以了 来importOS OS.list有个东西叫做DR 咱们原来是不是学过啊 你显身哪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呢 DRTest 当前路径下Test的文件夹是不是在这放的吧 我显得这个文件夹里的东西来翻而已走 什么呀 首先你往下往下翻 它是中文号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列表 也就是说我只要掉这个函数 我这个函数里边我扔上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只要是对的 它就返回了这个路径下来 所有的文件的名字吧 都在这 文件名字你刚刚不是很尴尬没有吗 有了吧 有了文件的名字 那么你接下来干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是 获取文件夹中所有的带带带 copy的文件名字 没错吧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简单写个注册 否则别忘了 对吧 listdir 是不是这有gram是可以这么多了吧 这有gram可以这么多 大家问一下啊 你想让我拷贝谁 我书上 书完之后你就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那么接下来你把原文件夹的 所有的文件名是不是获取了吧 请问你获取了所有的文件名 目的是什么 拷贝 你说四个道理了吧 接下来按理说是copy了吧 就是复制啊 复制 复制原文件夹 原文件夹中的文件 到新文件夹中的文件去 前面设计到底了吧 那么关键一点是 我如果这个文件夹里边 它的返回只返回了20个 或者是返回了50个文件 那么请问我接下来 我如果是单任务的话 是不是拷贝一个 拷下一个 拷贝一个 是不是拷下一个了吧 这个没什么太大意义 那么接下来咱们刚刚不是学过了多任务了吗 就用多任务来做 那么是你 你会怎么创建进程 如果咱们通过process来创建的话 请问同学们 我这个类似的DR如果返回了1万个文件 你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 都一起复制的话 请问你至少是不是 你for循环 for循环的时候 是不是1万个进程 是不是就创建了吧 必死无疑 那怎么做呢 重复利用 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特点吧 我一个进程复制 完了我可以再让这个进程复制 下一个文件 这不重复利用吗 用什么呢 进程词 用进程词 也就是说通门 接下来我的目的是复制文件 没错 但是我想让它一起复制 所以说我怎么办呢 创建进程词 听懂了吧 我就创建一个进程词 请问同门 创建进程词的话 接下来我把任务 放到这个进程词里边 某个进程里边去 接下来是不是这个进程 是不是就单位可以复制了吧 那么我主进程 只要做一件事情 这进程就开始做 做什么主进程 主进程负责 往进程词里边添加任务 那么进程词里边 是不是就完成文件的拷贝 请问这个事情 是不是相当于解开了吧 就解误了呀 主进程负责添加 进程词里边的进程 负责复制文件 这个可以吧 通吧 来 那么现在咱们先把咱们 现在人想到了 咱们给它做了 咱们一步再来往上来 往下推 那么首先说第一步 获取要COPY的文件夹的名字 这个很简单 请输入要COPY的文件夹的名字 OK 来接下来 咱比方说这个 Floader是怎么写吧 Floader name 这个Floader name 应该再来一个OR 就是OR 就是这个是原文件夹 OR就是原来的 那么接下来创建一个新的 请问同学怎么创新的呢 OS.makeDR 是不是咱们创建一个新的了吧 那么创建一个新的 是不是就用到了OS模块 ImportOS 那么OS模块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就创建一个新的 请问创建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叫什么名 新的叫什么名 那么orderFloader name 然后咱们加上一个字幕串的话 加上一个字幕串 加上一个字幕串 那么请问比方说这个地方 再来一个 比方说这个叫 输法 输入法 比方说这个叫附件 是哪一个 应该是 是这个吗 二 负质 负件 好像是这个 都行 你自己叫什么都行 不走位 这个不走位 这不重点 创建了这个文件夹 请问同学们 到底能不能创建 咱们是不是先验证 也知道吧 来 试一下 保存程序 保存程序 以后写代码 不要想着一口就写完 不可能 谁都不可能 程序是一边 一边测试 一边写 一边写 一边测试 好了 python308 走起 请输入 你要拷贝的文件夹 test 来 321走起 没有崩 那有可能那两句话 没有出错 来咱们看看 可以吧 文件夹不是创建了吗 来咱们rm把它删掉 叫test 中文号把它删掉 它是一个目录 加个什么 -r 它是个目录 加个-r 好了 咱们刚刚洗的这个创建文件夹 没问题吧 同学们 来接下来再说这个 获取文件夹里面 所有的带拷贝的文件的名字 用什么 os.list dir 或是谁的呢 or floor.name 请问是这么写吧 好了 来 那同学们 接下来这个地方 干什么呢 它的返回是什么呢 是不是列表啊 feel names 在这个里边 是不是咱们就有了吧 好了 接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个列表有没有啊 怎么办啊 打出来特色会装了 3 都 请问所有文件夹的名字 test 是这个文件夹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获取了吧 已经存储在咱们的列表里面去了啊 那么 特别发现个特点 我修改一次 再根本就创一件 修改一次创一件 好麻烦啊 怎么办 啊 注释掉 注释掉 你们想的这个答案很不错 啊 但能不能这样呢 这啥意思啊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怎么加 特别要注意点啊 我先把这句话我先给它抹掉 我不加这句话 我再看一下啊 我再来一遍 我把程序在运行一遍 你要靠边哪个 test tst 走 他说 这个文件夹是已经存在 是不是创建就失败了吧 那么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一个道理 如果这个文件夹每次你在特色的时候都创建 你每次都手动删 多麻烦啊 他不是产生异常吗 就是不让他产生异常不就解了吗 except pass 啥也不干 请问可以吧 那么就是保证了这个文件必存在 如果不存在就创建 存在是不是就不创建 这事就结了 你不是有益常吗 那创下去就完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这干啥 获取了文件 获取了所有的文件名 是保存这个里面里去了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咱们要创建竞争词 创建竞争词 那么咱们应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import 接下来multiprocessing 导致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竞争词怎么创建 multiprocessing.pro pool 是不是创建竞争词 这里边比方说 我打个比方 我只想要5 那意味着啥呀 是不是对得有5个一起考吧 对 那么拷费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们找一个变量 是不是给他保存一下的 po保存了这个竞争词 你写上小写的pool 也行 都行 都行 好了 那么po指向了这个竞争词 来 咱们接下来已经知道了这个文件名是什么 我接下来只要我复循环 往这个竞争词里面添加所有的请问 这个事是不是解了吧 怎么做呢 我啊 我向向进程池中添加啊 拷贝文件 copy文件的任务 好了 请问你是添加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是几个 怎么做 for fail name 然后in fail names 别写错了啊 我这个是不带s的 这个是带s的啊 好了 那么带s咱们这边不是已经是个列表了吗 我就把它拿过来 sit for循环 循环啊 往里边添加 添加怎么写啊 po.apply 下号称 async 添加 添加谁啊 到哪去做呀 到哪去做呀 怎么办啊 请问同学们 这个时候是不是自然而然 那是不是我就需要写个函数了吧 你有没有发现个质点 我每次写程序 我都是这么多了 用什么写什么 不会多也不会少 百分之百运行 比方说copy fail 然后copyfail 123123 完成啊 比方说 完成文件的复制 或者是copy都可以啊 那么既然来干净什么事呢 这里面到底写什么了 不确定 然后呢 你至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写上copy这个东西的名字了吧 你至少是不是可以写了吧 那写上之后同学咱们想想 他咋知道我考谁 他咋知道我考哪去 怎么着 怎么着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应该告诉他一件事情 比方说 老张 你能不能帮我干净的事情啊 把那个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 我是不是告诉你 从哪搬 搬到哪去 是搬谁 是不是都得告诉你了吧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仅仅只写上函数的名字 将来让他当做一个警察室里边任务去调度的话 这不够 应该告诉他干什么才行 同学们你觉得需要传什么进去 这个文件名必须得传进去吧 好了 那么假如说文件名传进去之后 他就能够拷贝了吗 他得到了文件名 他很尴尬 问题就来了 他咋知道这个路径是谁 你说是个道理吧 他咋知道这个路径是哪个文件下的 哪个文件 他就蒙圈了 所以说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咱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 拷贝的是哪个文件 加一下的是不是哪个文件了吧 让他考到哪去 是不是也得给他告诉他一张 我这个地方给他ARGS 给他传一个原本 传一个什么东西往里边传呢 比方说我把fail name传进去 请问 是不是就是文件名进去了吧 文件名进去了 当然还需要传一些其他东西 我字体稍微小一点 把这个评论变大的 这个字体能看得见吗 能好 能我就先用这个字体 就是代码看得更多 那么我只先把这个哥们传进去 咱们说了原本 是不是这个地方加个对号 请问我穿一个算数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写一个 来 第几行呢 那时候我 大G 跳对五行 大E 跳到莫娃 这个地方写了个fail name 你怎么验证这个任务在做呢 咱们怎么做啊 print啊 你打个东西 我去验证一下嘛 比方说 模拟 copy 文件 百分 f 百分号f 那么百分号fail name 我接下来干什么呀 这是在这 我先把这个流程给它读通 我只要传一个探数进去 你能够正确打印的话 那么请问同学 将来我传很多个 是不是将来这个地方 按理说是不是也可以吧 也可以 但是呢 稍微尴尬的一点情况是 在这个地方呀 你在进程池里边打的信息 有可能看不见 咱们只是说一下啊 好的吗 那我怎么保证进程池里边的进程 执行完之后 我主进程再执行呢 用什么东西啊 先close po.先close把它关了 听懂了吗 先close 然后再join 干啥呀 等待进程池里边的进程 做完 来咱们 做了个click了 文件夹test 有 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进程池里边的任务 是不是依然 这个信息 是不是也打印出来了吧 如果 说到这个地方 我就以话题说话题 如果一个进程池里边的任务呢 产生了异常 那么它会打印出来了吗 咱们看看啊 我这个地方 打个比方说 百分D 差一大 你给我传的东西是 我是不是按了百分D打啊 我再试一下 有异常吗 没有异常 那么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如果 你的进程池里边的任务 再去做的时候 产生了异常 不好意思 它不会产生 那个异常的信息 你听懂了吗 它不会显示 这一点切记 这点要切记了 否则你有可能 咱们这个根本都没执行 执行了 但是产生了异常而已 那么你也有意思 好了 这个地方啊 百分之F给它换回去 再执行一遍 Test 你看 是不是现在的模拟拷贝谁 模拟拷贝谁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解决了吧 咱老说模拟 那肯定不行啊 咱们得动的真格的 怎么办 接下来我只要把这个事情 换成真正的拷贝文件 请问这个事情 是不是解了 请问 它拷贝文件 简单来说 打开文件 读文件 打开那个文件 写文件 完了 对吧 那关键一点是 它咋知道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在哪个路径 29大计跳过去 我可以把我的文件 名字所在的路径 告诉你 比方说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上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上 空格写上 order叫什么呢 floating 写外 原文件加的名字 是不是就有了吧 原文件加的名字有了 那么接下来还得干什么 是不是还得穿个newfloating 这个哥们了吧 newfloating 请问有吗 这个变量 咱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把他是不是当作newfloating 名字了吧 所以说在这干件什么事的吗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newfloating 是不是应该是等于这坨吧 好了 我就大V 小V 小V选中这些 然后按左键 然后按下X 把这个删掉了 然后P 粘贴 他就粘到后面去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换成了newfloating 没问题吧 那么我传了三个参数 请问这个地方一个 是不是肯定不够啊 五大G 再跳过去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orderfloating newfloating name 这个参数 这几个名字是这个函数里边的纠别量 这几个是不是这个函数里的纠别量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咱们再模拟一下了 模拟拷贝 模拟拷贝文件 从谁里边拷呢 比如说同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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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在这里边写上World 先从谁考到谁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写new了吧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再是哪个哥们 模拟下的 从test拷贝到这个 文件名是这个 没有问题吧 从谁到谁 是不是全部都有了吧 那么既然这个特质信息又验证完了 来 接下来就动真格了 怎么打开 怎么复制 open打开一个文件 是不同吧 文件名呢 文件名在哪 World Florida 然后加上什么东西 斜杠吧 然后再加上什么东西 它这个变成 sift空格 然后再加上 叫 叫什么 叫 fill name 请问这意味着啥呀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这是路径的问题 对你必须要拼路径 你看 我的程序在这儿 这个文件夹是不是 就在我旁边 我要打开的是当前程序所在的路径 这个路径下的这个文件夹里边的是某个文件 所以说我是不是拼路径啊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了啊 这就相当于拼路径啊 拼路径来 那拼路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对吗 我打出来 然后 然后RB 意味着啥意思啊 是不是二进制啊 那我就按照二进制读吧 来 那么F啊 比方说OR的F等于它 然后OR的F那肯定是最后的 怎么了 肯定是关闭 那中间OR的F.read 第2.read 比方说我全读出来 请不说读数据吧 特意他你读到的数据是什么 来 Test 好了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啊 当然这个文件是乱的 是吧 还根本就看不清这啥玩意儿 来来来来 走走 这都是些什么 看一看不完啊 往上翻往上翻 哦 那天呀 啊 这是一坨啥呀 我想走一个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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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那边的那个地方我怎么没找到呢 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在这 好不容易啊 看着 什么拷贝文件 从谁到谁文件的名字是这个 那么大家因为发现 接下来是不咱们相对读取了这个文件了吧 来咱们验证验的啊 这个叫做Cump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啊 记住这个名道 Cumpi 它里面是copyright2007Google啊 来咱们去看一下这里边东西到底是对不对的 VRM Test的里边有个叫做Cump 是这个吧 诶 Google呢 诶 为什么没有看到Google 很尴尬 为什么没有看到Google 什么 这个地方 大家切记了 可是屏幕上的东西是乱的 为什么是乱的呢 因为我至少有五个文件是不是一起在考 有可能我刚刚打印了 我接下来要拷贝谁 但是我还没读出来的时候 什么那个进程是不是已经打印的东西了吧 所以说打印的不见得一定是我这个文件的信息 但是基本上它就能拷贝 那么打印 通常 打印测试 基本上这个数据解不了了 那只能怎么测 只能怎么测 那我打印不行 那我就真 玩这个格的考出来写进去不就完了吗 比方说 content等于它 接下来我读出来 我接下来 newf等于open 我新建一个文件 这可以吧 我新建一个文件 他们干啥呀 那么就是newfloater 然后加上斜杠 为什么要加个斜杠 路径是不是斜杠下的 谁下的谁下的谁下的 是不是对啊 这个东西了吧 所以说再加上fail name 然后接下来这个打开模式用什么 wb 我是用wb的打开的 我是不是接下来 是用这个哥们 是不是接下来 再去往里边写啊 好了 在这个地方呢 newf.write 是不是往里边写什么 写什么 content 请问说大强是这么意思了吧 来 试验一下 pys3 我先ls一下test里边 是不是有东西 我先ls一下 它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pys3然后08 拷贝谁呢 test ls test 然后 寒意是 cd的test文件里边去 文件夹里边去 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啊 cd上一层路径里边的 test 浮建 文件夹里边去 是不是也有这些东西了 朋友啊 也有这些东西了 来 那么接下来呢 咱就再看看 这个 咱就 咱随便跳啊 跳这个吧 get opt oppt 这个里边不是也有个叫get opt吗 我打开咱们对比对比 vrm get opt 它里边咱看有多少行有215行 然后大家看一下第一行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啊 vrm上一封路径里边的test文件夹里边的get opt opt 打开 215行 第一行 是不是也在这个东西啊 请问同学们这两个文件是一模一样的吧 保证了文件已经考过去了 那么考过去了 考过去之后同学们你们发现一点咱们基本上这个任务 想要做的核心点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吧 但是东哥你多任务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得再高端点 你怎么知道就是能不能再显示一下当前你现在考试的进度条呢 咱们在复制一个文件夹的时候请问同学们是不是有个进度条一停不停一停不停往前走啊 对吧 咱们进度条虽然有可能做不出来 因为很复杂才能做出一个在终端下面做一个进度条 那么咱怎么做呢 它起来是个百倍笔子都可以吧 那我的意思是说 就听到 到现在为止 其实第一个版本就写完了 干净什么事 干净什么事 拷贝文件夹里边的文件 这是第一版就写完了 来 mv我把这个08了给它改个名 08 然后 然后 -1 -什么呢 就像在v1 v1 就写个v1了 sift 好了 儿子 刚刚咱们是不是写了一个版本了吧 copy 08 我再写个版本 叫到09 然后叫做 案例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就多任务 显示进度 显示进度 cintroi sift控格不是切换圈角半角吗 是 是吧 忘了啊 好了 v1 m 然后09 打开 对吧 这个程序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复制了吧 我接下来的意思是说 把拷贝进度给它显示一下 对吧 如果是你 就是那个版本 你写完了 那个版本已经交差了 这个版本是新需求 你实际开发就是这样的 先花两天写个新版本 写完了 再花几天再写个版本 甚至是你接下来的是快速迭代 所有的迭代就是在新版本 就在当前版本的计则上 修改功能 天下功能 得到一个新版本 这就是迭代 迭代更新 就迭代更新 那么接下来我的需求是 你帮我想一下 我比较懒了 你帮我想一下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显示一下当前拷贝的进度 怎么显示 你拷贝了一个文件 你告诉我拷贝完了 请问我的进度 是不是应该加一 打个比方 有100个文件 举个例子 一共有100个文件 你那个拷贝完了 请问我的进度 是不是加一 你那个拷贝完了 进度加一 就是咱以百分之百为例 你拷贝完了 就是百分之一 你又拷贝完了 就是百分之二 是不是一直往前推吧 那关键一点是 我想要显示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那么同学们 是不是你欠这个问题 你总得告诉我 你拷贝完了 我这个百分数 是不是才加一 你要是没告诉我 我就不知道 你拷贝完了 是不是还没拷贝完 那你说拷贝完 你拷贝完 你拷贝不一瞬间吗 不见得一瞬间 你拷贝的 如果是个四个G的文件 你怎么办 请问同学们 拷贝是不是有一个 比较复杂的过程了吧 你就把这个read 是不是应该换成 Y2的那个方式 如果你想让它支持大文件 你就把这个根本换成 Y2 read1024 或者是read100 循环循环循环 循环在读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 因为文件太大 导致了内存不够大 是不是导致那个错误了吧 用挖要处得起 咱们不拷贝这么大的文件 那么 我有一百个文件 那总能有个进度吧 你五个文件一起考 五个文件一起考吗 你总能有个进度吧 怎么办 核心点 如果我想显示进度条统吧 那么我是得添加一个新的任务 显示进度条 还是说 我用主进程显示任务就行了呢 我主进程我闲着也是闲着 你说我用joy 我闲着是不是也是闲着 我干脆让他来显示 这个拷贝的一个进度 请问这个事情是不是更好了吧 那么我此时就把joy抹掉 不要了 我就显示一个进度吧 那么我显示进度的时候 你既然把joy抹掉 那肯定是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程序 接下来执行完 主进程执行完 接下来的代码 是不是就挂了吧 就贵了 那交易怎么多呢 well true well true 我就一直不结束 那不就完了吗 请问他这个地方干什么 你看啊 咱们设想一个场景 咱们大家呢 咱们就这么说 来了50个任务 我是当前这个进程 来了50个任务 我是当前主进程 我说 我是进程池啊 来了个任务 你就帮我干一干吧 进程池说行 来吧 我有50个任务 都给了进程池了 请问可以吧 我怎么知道拷贝的进度呢 我就在这等了 我先约定好 进程池啊 你里边的进程 如果拷贝完了 你告诉我一声 你拷贝完了 谁你告诉我一声 那么请问我这个地方去等 你告诉我一个 我就加一 告诉我一个加一 告诉我一个加一 当我把所有的这个个数 在这个地方都收到之后 请问是不是就拷贝完了 不计这个道理吗 你拷贝完了 告诉我一声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我走在这个地方等 就行了 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他拷贝完了 close close已经掉了 close掉完了之后 你记下来 你就直接就是打印百分之百 就行了 就是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 百分之百啊 你没问题吧 你要是用这个的话 不就是百分之百了吗 我不想显得百分之一 二三五六七八九 那么上去了 那怎么做呢 你告诉我 做完一个 我就加一 做完一个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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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 进城间通信 还记得吧 你做完了 你告诉我一声 你通过那个对立 你写个东西 你得给我 我不就知道 你做完了吗 可以吧 这个事不就时间了吗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新版本 是什么特点呢 主进城在这 这个进城 进城 咱不是有进城 这里不是有五个进城吗 谁要是拷贝完了 你 就咱们这个地方 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建一个对立 你要是拷贝完了 你向对立里面写东西 你拷贝完了 你也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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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拷贝完之后 我只有一个收 我用主进城往外收 请问同学们 收一个 我就知道拷贝 一个拷贝完了 我再也收一个 是不是又一个拷贝完了 可以吧 同学们 那么也就是说 我通过对立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给它关联起来 你们拷贝完了 向对立里面写个东西 我从对立里面读出东西 是不是我就知道 谁拷贝完了 就这么简单 怎么办 用什么 咱们刚刚在课间 咱们跟人说过 完成进城间通信 是不是用Q对立 是不是用扑车来放东西 用负贝来判断满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了吧 他们在这个地方 要注意点 此时咱们的任务 是不是进城池里面的进城 和咱们这个主进城 是不是之间 又进行通信了吧 如果进城池 你的任务 是用进城池来做的 而且用到了进城间通信 同学们切记一点 把原来咱们创建的 那个对立 咱们原来 咱们原来 那个对立是 fromMultiprocessing importQ 然后Q接下来 创建一个对立 这样这个Q 通过put放 通过get 什么的取动下 如果是要有进城池 把创建Q 改了 否则不对 把这个Q怎么改呢 你不要再去用 fromMultiprocessing 里边的Q了 而是要用manager 创建出来的对象 里边的一个Q方法 是这么用 能力 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就简单言之换汤 就是你原来只用了这个吗 现在这么想 那这个对立Q 它就可以传递到咱们的进城池的进城里边去执行 而且没有任何问题 来同学看着 也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咱们的课件 这个地方都有 首先创建一个Q 通过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一个类 请问 这个怎么读 这个怎么理解 我现在选中了怎么理解 我通过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个类 是不是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点什么什么东西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掉它的方法 掉这个方法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新的对象 咱们这么多 得到了这个Q之后 咱们把这个Q当作一个石摊 把这个Q当作一个石摊 传递到进城池里边去 的任务里边去 请问 我上面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指向了那个对立了吧 那么既然它指向了对立 那等着它所有的任务都拷贝完之后 那接下来往对立里边发一个消息 请问这个是是不是就标记着 你已经拷贝完了呀 就这么多 你的进城池里边的进城的任务 往进城 往这个Q对立里边放一个消息 那么接下来我怎么知道加一呢 我接下来只要让主进城 从这个对立里边往外读 读一个进度条更进一下 读一个进度条更进一下 请问这个是不是就解决了吧 来关键是怎么实现 第一步先干啥 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创建一个对立了吧 创建一个对立 这个地方就这个换成第五波 那这个就换成第六 如果你的编写的代码是刚开始写 请同学不要写123456789 因为有可能要改很多次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把它换成什么呢 就是创建一个对立 那么这个呢就换成了6 这个就换成了6 好了 创建一个对立 请问同学们 咱们用什么创建了 Multiprocessing里边有个叫做manager.quue 所以通过他的创建了吧 通过他的创建 那么比方说Q 就是指向他了 请问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一个想方设法 让他的够得到才行吧 怎么做呢 在这里边传个探数 在这里边传个探数 那么接下来比方说 我把Q放在这个地方当作使探 那么这个位置 www这个地方咱们找一个 来接受一下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步 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函数里边的最后一步 如果拷贝完了文件 那么就向对列 向向 就向对列 中写入一个消息 表示已经完成 那么Q既然指向了一个对列 那么就是得put往里面放了 放个什么合适呢 什么 你放个1也行 放个2也行 放个3 什么都可以吧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对好合理点 放个什么呢 fail name 我放上一个fail name 请问我是不是放了一个字不出来 放一个字不出来意味着什么 不就相当于对方知道了你已经拷贝完了谁 对不对 我已经拷贝完了谁 我必知道了 请问他吗 我接下来 wile true 我怎么办 Q的get 我搜一个显示 搜一个显示 搜一个显示 请问可以吧 来 来看照 我搜一个 我就什么呢 fail name 我搜一个 我接下来 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我print把它打出来 print print print啊 已经完成 copy 谁呢 copy啊 copy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像fail name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get是不是会堵塞来吧 是吧 我若是没有数据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等了里边有数据 是否才会取啊 拷贝完一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 拷贝完一个有一个 对吧 来 咱们接下来 保存 过了啊 u是撤销 control r 反撤销 打个比方 换了 刚刚不小心按了个u control r 替左边那个 反撤销 control r 反撤销啊 好了 我把test的文件加 这里面必须得删掉了 因为这里面有文件了 必须得删掉 好了 删除它 删了 python3 然后09 多切 test 来看着 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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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同学 可以吧 那你们发现 显示的这拖东西 有一些就不需要了 请问哪一些不需要显示 咱们在模拟 复制文件的过程当中 这句话是不需要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RM test这个哥们 空格RF 把它删掉 最近一遍 python309 你拷费谁啊 test 来 3 我得把这个空格删掉 321 走 嗯 啥意思呢 test 走 大家可以看 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把 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在主进城里面 输到了吧 诶 这干啥呢 这是干啥 等什么 是不是等待他里面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文件 是不是都可别晚了吗 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很尴尬 你如果是这么多 你必须手动 可以说 可以结束 那么我怎么做 就更好了呢 怎么看这 什么时候退出啊 什么时候退出啊 来同班 咱们大家想想 你原来一共有多少个文件 你现在已经收到了多少个消息 如果他们俩各种相等 请问是不是就拷贝完了吧 你试个道理吧 这是不是解了吗 所以说怎么办呢 咱们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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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呢 把它 各说啊 比方说 oh fail number 等于 learn 谁啊 那个叫做 fail names 咱们原来是不是已经得到了 这个文件 名字的列表了吧 我测一下你的长度 这个地方啊 测一下啊 这个所有的文件个数 然后我接下来wile true 请问同班 我接下来是不是wile true 一直收一直收 一直收了吧 收到什么时候不收了呢 啊 同班 收到什么时候不收了啊 比如说 if 如果我现在收到的个数 如果要是大于或者是等于 那个字的话 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记 我怎么知道当前我已经收了多少个 所以说前面是不是定一个变链了吧 比方说啊 就是啊 啊 copy ok 比方说ok啊 就copy完成 就是com complete 完成是吧 copy ok number 等于零 那么怎么着呢 我copy一个 我这个值加一 来同班 copy 这个值 加等于一 请问同班 那么接下来可以吧 如果copy的这个值 大于或者是等于 咱们的 o fail number 前面同班 意味着是不是就拷费完毕了吧 可以吧 那么如果要是不大于的话 那么加拿来不就是 接着考吗 rm 哎 怎么多了个福建 rm 福建 把它删掉 rm test 福建 删掉 paran3 09 投切 你要拷费谁 test 多 是推出来了吧 这个是不是推出来了吗 好了 再进行升级 你推出来没问题了 但是你那个进入条呢 没有 同班 咱们怎么做 怎么显示进入条 显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已经ok 这个咱们就 没有太大必要再显示了吧 好了 我接下来再来一句 这个进度 拷贝的进度为 百分 百分什么呢 百分之f 显示小数点 那么这个显示小数点 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谁推谁 完成的 对完成的个数 是不是除上那个总个数吧 对哦 不是非要 是这个copy ok 这个number 然后除上all 这个number 请问是不是他们的值了吧 把它扩在一起 因为它毕竟有除法 把它扩在一起 好了 接下来显示 啊 加加一 为什么要加一呢 先试验一下 很多同学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了 来看着啊 走 看着 看着 这个地方显示了一个叫做什么 呃 百分之九十九点等等等等等 请问你们发现是不是像一个月等于这个值了吧 啊 一个月等于这个值 来 那么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打开这个代码 是不是进度有了吧 那进度有了 接下来咱们怎么着 把这个抹掉 那么接下来 咱得把这句话放到它下面来想 是吧 否则是不是达不到百分之百了吧 来 再走一遍啊 RM test文件夹 然后-RF 删除 然后 Python3 Python3 PyT13 然后叫做09 都切 Test文件夹 来了 Test文件夹 走 不是百分之百 你哪个意思啥意思啊 你乘上100不就完了吗 你说是个道理吧 来 来来来来 来打开 那有人说 东哥这个1%肯定不爽呀 对 我也觉得不爽 那么打乘上100 乘上100怎么乘啊 乘上100 可以吧 那那个百分号怎么显示呀 两个百分号显示一个百分号 两个百分号显示一个百分号 切记 来 我还得删那个文件夹 还得删那个文件夹是吧 这个 删除 Test 5G RF 都 Test 都切 把小说准抹掉 那怎么抹 这个一定知道怎么抹了吧 马上就结束了 等我抹掉 小说准 点 对 点 2F 点 2F 就是保留两个小说 能立位置了吧 但是 我之前玩这个诸负 还有个现象 你看啊 还有地方需要做 先删 再运行 好了 Test 都 百分之百 没问题了吧 相当不错了 你能不能显示一行 你显示这么多感 你说这个道理吧 人的这个需求就是这样的 这个 看的碗里的是吃的锅里的 那个是吧 有一句话 来的吗 你看我就故意说错了 让你们去反应嘛 是吧 来看 看着我print 默认是不是有个换号呀 那不换号 不就解决了吗 注意看啊 有个叫什么呢 叫end 还是叫end end 等于空 是这个 是这么小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此时会怎么了 先三 再运行 再想上态度 再回车 这个也太low了 这个更low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怎么回到这个行的行数呢 什么 反斜杠R 对 反斜杠R 来看一下 先删 不是打开了 先删除 再运行 然后想test 看这样 刚刚不有个过程吗 一张 你没看见 来来看好 看好 来删了 再运行 看好 三二一 走 看见了吗 你这个反应 两秒钟再过去 来 接下来 对吗 你还没刷出来 接下来 只要把所有的打印 都给它干掉 你看 这个地方不是还有个打印吗 不要了 行吧 打印去掉 然后 来他们 再来一遍 先删 再运行 好了 走了 test 走你 但是为什么 执行完了这个 哥们怎么又在这呢 你能不能下去 对吧 像我这种强迫症患者 你能不能下去 对吗 当你这个程序都结束了 你再来个print 请问这客人出去下去了 就完了 来 三 最后一遍了 没有再来一遍了 三 然后 执行 三二一 走 看不见完了 最后呢 这个 咱们去 这个叫 test 这里边 这个文件有了吧 随便咱们跳一个 咱们随便跳一个 cd到test的文件夹里边去 然后进去 咱们随便跳一个 vrm叫threading吧 threading.py 有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 咱们原来import的这个threading 是不是在那个特殊的路径下 是不是有个特殊的一个叫py文件 其实啊 python 它没有这个真正的什么开源 有并元 是吧 你拿到的代码 其实都是有一些什么py组成的 懂我意思了吧 比方说c和c++ 它可以打包成一个二进制 你是真看不懂的 这咱python一般都看不懂 好了 咱们这个拷贝文件 整体这个过程 我就说完了 最后说一个注意点 一个道理 代码呢 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演变 最终再成了一个程序 你听懂吗 所以说不要上来就想到 我就写一个版本 我就写我东哥那个版本 我觉得这也不可能 因为我在写代码都会犯错 难道你就不犯错 我不相信 所以说同学们 写代码是怎么的呢 出了错很简单 你解完了不就完了吗 听懂了吗 代码写起来也不难 关键什么东西是难的呢 流程 先干什么 再干什么 我怎么做 这是一个流程 请同学们呢 到了咱们python 就位班里边要尽快的去转换一下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我的重点不在于A付怎么写 你说谁不会写A付 专件点是什么呢 怎么写 先写谁怎么去完成配合 这才是核心点 听懂了吧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即拷贝文件这个程序 放到最后写 最后写的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写很多个版本 你想我现在就写了两个版本吧 有可能你写很多个版本 第一个完成简单的拷贝 第二个多认为的拷贝 第三个显示进度的第四个怎么样怎么样 都行 都行